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款梦工厂推出的阿璐 也就是致敬电影第三集Lowbuster的一个角色 那他推出了两个版本 有一个是单抽的版本 另外一个则是配合蓝色的阿兽 也就是Top Spring的一个版本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呢 做一个从车型的到一个人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 那么呢 这一款的话呢 因为包装盒里头就是一个车子这个形态 想说呢 大家可能会面临到一个第一次变形的一个小小一个困难 所以就给各位做一个这么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了 首先的话呢 上面有一些配件呢 是必须要先拿掉的 包括后方的这一块配件啊 这里必须把它给拿掉 这里 那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是一个测评件啊 并非最终的大货 而这一款的话呢 我的一个把玩起来的一个感觉呢 基本上就是以一个中低价位的第三方来讲的话 确实是做的还是可以的 那本身的话 还是比较接近于官方的一个 美版的一个玩具的等级 千万不要拿这个MPM级别去跟它做一个相比啊 尺寸可以比了 那这里的话给各位看一下 下方是有个电锯啊 但是它这个基本上是完全不影响轮胎的滚动的啊 从后方轻轻推你可以看到啊 轮胎是滚得动的 所以这个有点变形到位的情况下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腿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给做一个打开 从这里的话往下翻出来 两侧都是一样的啊 两侧都是一样翻出来 那这两天的话 我的手指有点小小的受伤啊 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伤痕 那这个伤痕怎么来的呢 MPM06铁皮造成的啊 这个故事的话就之后再跟各位讲吧 首先把这个腿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给解放出来 两边都是一样 解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里 我们就进行一个先进行腿部的变形 腿部变形是相对比较简单 脚这个地方打开是从这个地方往上推啊 是比较省力的一个做法 从这个地方往上方去做一个扭开 这样子分开推开 然后脚的话呢 这个地方放下来 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整个脚给打正 这里有块 呃防呃 补充这个地方的这个盖板 把它给翻过来 然后的话呢 这个 部件的话 哎 我往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是一定要翻转 180度的啊 那这个脚这个部件好像是要翻不翻 好像不用翻吧 就维持这样就行了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地方 前后的扭动的去把它给搓回 搓开来 或者是说呢 你这个 利用这个地方这个关节呢 打开的时候呢 顺势的把它给往外翻出来 也是可以的 整个给打开 这个部件 翻下来 然后轮胎的部分呢 转到 它这里的话呢 是有一个 看到吗 它是一格一格动的 所以它是不会晃的 卡得非常紧的 腿的话呢 就这样子啊 算是变完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一块部件 这个部分呢 给打开 打开 推到后方去 直接的推到后方去就行了 推到最后方 就OK了 那就到这边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呢 给做一个翻开 在这里 两个 中间有两个 我是用手机录的啊 这里有两个小图 把它给解开 解开之后的话呢 这个背包的话呢 跟身体就分开了 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可以转动的一个轴 这个在这里 看到吗 这个的话呢 如果你玩过电影第三集 The Last 10集的一个版本呢 你就会非常熟悉了啊 把它给做一个前后180度的一个反转 反转过去之后呢 先把头给转过来 然后呢 这一块两个这个肩甲的这个部件的话呢 是先摆到这就行了 我们接下来变形一个后面那个背包 其实你在变形把弯的时候呢 它是身体跟脚是一个变形的一个区块 然后手跟这个背包呢 又是另外一个区块 那这个地方的变形呢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啊 从这个地方给打开 这个锁扣打开 这个部件往后推 然后这个上方这个部件也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 这两个部件 从这个地方跳出来 然后往两侧翻出去 这个一样 这里也是一样翻出来啊 往两侧翻出去 这个地方这个白痕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一看一来就有了啊 这个到时候的话呢 他们会换一个新的给我 那这个跟变形无关了 那也并非是变形造成的 这个手的这个收纳呢 各位你可以记得这个形象啊 因为它这个手的收纳是比较特别一点 也不难啊 但是它就是一个把手给缩进来 但是缩进来的时候是有一个 有一个规定的一个方向的啊 这里把它给翻出去 整个的翻出去啊 这样就行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准备啊 这里背后这个部件啊 这里翻出来 然后呢 把它给往上折上去 折上去 推上去 好的 然后再后就是把这个两侧的这个 两个这个部件往内推 往内推 推到这里就行了 还没有没有固定的卡扣 接下来就把这个整个 整个身体这个背包这个部分扣下来啊 那这里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凸跟到的一个结合 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 OK了啊 那基本上这个变形到这里呢 已经算是变完了 最后就是调整一下 后方的这一些部件啊 这个调整到一个你觉得它最像 你的印象中它跟电影里头的一个形象是如何接近 就朝那个样子去推就行了 然后这块部件是推到最后方再往上折 OK了 我们的一个这个R路呢 的一个变形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双动关节啊 你要调高还是调低 这个是看你个人那个偏好 那整个人形下呢 我的直觉上呢 觉得它问题比较大的地方呢 可能是这个手掌的比例 好像是偏小了一点 那这个完整的一个人物的分享 正式的一个开箱的话呢 那我到时候会再拍啊 我们今天只是稍微练习 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啊 然后这个电锯放上去啊 它是一个呃 N角形的啊 并非是圆形 所以它呢扣上去之后呢 方向就是固定的 是不会随便扣 不会转动的 那这个也是一样手掌的话呢 先穿进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 也是一个N角形扣上去啊 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了一边是一个手炮 那么另外的都是这个小枪的话呢 就看你想扣在什么地方 原本的车形态的时候呢 它是扣在这里啊 如果你觉得这样好看的话也行 那它还有附带一个小配件 这个配件呢 跟这个部件呢 是可以做一个替换 在人形跟车形下 都是可以做一个转换的 那么人物的身形大小呢 我拿出一个呃 官方的低级吧 比官方的deluxe等级 要高上非常的多 然后呢 依照这个 不小心把你进拿掉了 依照他们之前的这个 工厂的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这个比例还是比较正确一点啊 梦工厂好像 对于这个电影线玩具的比例 是有一个 还蛮考究的啊 照这个电影的身高 好像Lobust的确实是 这三个里头的个头最高的 那Top Spin是比它矮了 大概一公尺左右 那最矮的就是这个牵脚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